兩個音樂,第一個就是當我在放這個音樂的時候 我先講我的幾個遊戲,然後有兩個音樂 然後呢,會有四隻旗子 那旗子呢,這四隻剛好是核一場、核二場、核三場跟核四場 然後會有五個輻射的魔鬼 那每一個核能電場呢 因為我們如果是在校園裡面玩的話 這個四根核電場就會放在周邊 然後每一個魔鬼會站在電場旁邊 那是要告訴小朋友,這個輻射魔鬼會污染你 那最後一個,那個輻射的魔鬼會站在跟小朋友在一起 然後這是四根旗子,然後兩個音樂 那第五根旗子叫做台中式 因為如果南北發生核災的話,都會逃到台中來 所以這個台中式呢,就是當音樂在放的時候呢 這個台中式旗子的工作人員就開始找一棵樹 去旁邊可能有旗座或怎麼樣,或什麼掛在旁邊 然後這一棵樹就代表台中式 當這個遊戲流程是這樣子 那,當在放成聲歌曲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要跳反殼舞 然後這輻射魔鬼,第五隻的輻射魔鬼就在人群裡面 然後他隨身攜帶的,這五個魔鬼都有很多的貼紙 他的貼紙叫做輻射污染的貼紙 如果你沒有跳舞的話,他就給你貼貼紙 當你的身上被貼了三個貼紙,你就要出局了 所以他們一定會跳 他不跳就會被貼貼紙 所以你會看到全部人都在跳 然後在跳舞的時候呢 台中式旗子的工作人員就找到一棵樹 就已經放好了 當然會找一個適當的距離 這時候工作人員主持人就會切換音樂 這音樂叫做核災警報 當核災警報一切換的時候呢 在可能電場裡面的魔鬼就會都出來 都要抓小朋友,都要給他貼貼紙 那所有的小朋友要去哪裡 都要跑往台中 都要跑到台中 那我的遊戲裡面是 如果你的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 碰到台中式你就贏了 所以他可以用腳去碰 用手去碰 用身體去碰 然後因為我們是五個小隊是競賽的 所以當小朋友碰到台中式的時候 這邊的工作人員就會發給他活命卡 你活掉,你活了 那時候遊戲結束的時候 五隊會去做評分哪一隊的活的積分最多 那當然一棵樹沒有辦法容納六十個人去抱他 那其他人怎麼辦 其他人那個魔鬼會去抓你啊 所以如果你來不及逃的 要趕快躺在地上排成人自行 就是說你如果跑太慢的 魔鬼就在你旁邊了 你馬上就地要握倒 然後還要兩個兩個成人自行 然後成人自行的時候 魔鬼還是會去污染你 你必須要喊我是的我反合 那或者是其他的口罩 你們可以自己加 那魔鬼才會害怕 當你不喊他又會接近你 你喊他就離開 然後就這樣哭完 然後這個反覆的 要一直喊 沒有那魔鬼會去嚇你啊 因為我們要有一些互動性啊 他來的時候才喊 然後你在看 因為這個五個隊伍裡面 總是會有強的隊伍跟弱的隊伍 弱的隊伍會怎麼樣 弱的隊伍他的隊長 他們要選隊長 然後裡面他的隊員有 總共加他有十二個人 結果跑到最後呢 那個整個隊員只剩下兩個人怎麼辦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有一些 比較罵他的隊伍 然後就一直 就被魔鬼抓到了 或者跳舞跳不起來了 然後就出局了 所以呢 我的設計裡面 隊長會發給他們 機會命運 每一個隊長會有三張卡片 就是說這個隊長呢 發現他的隊員都死光了 然後就可以把卡片舉起來 主持人就喊活動暫停 那這活動暫停的時候 就開始進行問答的遊戲 請問我們核能試 這個核能三場在哪裡 如果在外面出擊的人 他回答好 他就可以復活再回來 繼續玩 然後就是你可以設定幾個問答題 因為你只要你的隊員人數多 你去報到活命的機會就會多 那你到活命卡的機會也會多 然後最後他是一個評分的 評分的 那這個是我設計的第一個遊戲 第一個遊戲 然後讓他們去了解說 原來在台灣發生核災的時候 其實能夠逃難的 就算安全的 他也沒辦法容納那麼多人 那這是一個遊戲 第二個遊戲呢 叫做那個核廢料 搜尋核廢料的遊戲 那要告訴他們說 其實台灣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到處核廢料已經爆滿了 而且不管是低階或中階到處都有問題 那如果說我們繼續使用這樣的核能發電的時候 那這些核廢料爆量組成沒有地方去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化整為領 譬如說所謂的化整為領 就拿去燒 對不對 現在很明顯的 就是那個台電他們在燒核廢料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我覺得他們會用更讓不為人知的方式去處理這個核廢料 讓它分散 所以呢 我設計的這個遊戲就是 有一點類似尋寶遊戲 那我玩的這個是會牽得到說 後面可能可以做所謂的運動 所謂的社會運動 那這個遊戲呢 我在國小裡面玩了幾次 如果他們長大我就會進行一個大的社會運動 這遊戲就是我跟蘇星要了300個核廢料的罐頭 那我們知道那個有低階中階跟高階的核廢料 所以呢 我的分數呢 如果你清除高階的核廢料 你的隊伍的分數就會比較高 那有分成各種不同污染的核廢料 然後我就佈置在校園裡面或是公園裡面 然後就給他們一張地圖 然後告訴他們說 今天大度國小的那個輻射污染有多嚴重 然後那個事先我們要做好佈置 然後他們要去尋寶 去尋寶 然後去把 因為低階核廢料的就會放在比較明顯的地方 高階核廢料污染比較嚴重的 當然是比較難找的 放在比較隱密的地方 然後他們去把那個核廢料找出來 然後全部核廢料找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排 就是分數嘛 分數 那我總是要給一些隊伍 他們有反敗為勝的機會 因為如果你遊戲下來的時候 常常我們在辦贏隊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個小隊 會越玩越沒有士氣 因為他們的分數落後太多了 所以我在這個遊戲 30分鐘他們把這些找回來 馬上就積分就算出來 一算出來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個小隊他的分數是比較落後的 然後這時候工作人員就要去放更多的核廢料 在上面跟他們講說 這些核廢料裡面我們還有五個加分題 然後就要給那個小隊機會 去把這些核廢料找回來 那找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知道是已經評分完了 然後我設計 希望說還有一個海報 然後那邊會寫個No Nuke 那這個海報的背景是什麼 這個背景是總統府 然後要告訴小朋友說 如果核廢料是安全的話 應該放總統府 然後放完之後這個遊戲是結束的 那這個遊戲要引申的 就是我希望說 如果他們都很熟悉遊戲規則的話 那我在網路上就可以 如果我們在台中市已經玩了幾次了 有些朋友都已經玩好了 那我就可以辦比賽 我可以在市政府跟新光三月辦一個 叫做快閃的比賽 我所謂的快閃比賽是 我們在網路已經都串聯好了 你要報名的 然後你要找到這個核廢料罐頭的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一些串聯跟比賽 那你在比賽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穿 你知道我們去參加路跑 總是要有一個標示牌對不對 那我們一樣會發了這些T-shirt 然後這些比賽的這些 然後可能一開始出發的時候 那個分數最高的應該在市長市 所以你要潛不到市長市 把那個核廢料拿出來 那這是一個開玩笑是講說 我們其實在一個台中市 或者是台北一個鬧區的地方 其實我們經過工作人員 簡單的幾個複製之後 然後我們只要有100個人參加 你可能是三個人或是五個人組成一隊 然後你要去搜尋這個核廢料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在一個鬧區裡面 有一百個人或兩百個人在玩的時候 然後他都穿T-shirt 而且還歡迎什麼親子一起來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問說 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在尋寶 然後還有獎品 然後就在互動當中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要創造一個就是讓記者去追的議題 因為當你在鬧區裡面 有一兩百個人穿相同的衣服 然後一直在找東西的時候 然後很多人就會問說你們在幹什麼 那你就不要告訴他了 你知道嗎 你越不告訴他會怎麼樣 他就越想知道 他越想知道就會一直問 他就去問別人 然後問到最後呢 那個記者就要去追 因為想說第一個知道的人就是頭條 你知道嗎 所以呢 這幾次的遊戲其實我想說 他可以變成是一個 在一個城市裡面 大家一起玩的一個遊戲 可以是幾百個人的遊戲 那這是希望說 這是第二個遊戲 尋找核廢料的遊戲 那他是告訴小朋友說 我們的核廢料其實是爆滿的 而且是有危險的 然後如果是安全的話應該放在總統府這邊 接下來比較有趣的是五個 五個闖關的遊戲 五個闖關的遊戲 那這個五個闖關的遊戲 其實大家會比較 是把一些簡單的遊戲做一些改編 比較簡單的遊戲做一些改編 第一個遊戲 我想一下 第一個遊戲叫做省電大作戰 省電大作戰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現在核電 如果定額